我告诉你啊 要不是你嫂子劝我 我根本不可能跑这一趟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以后拿当亲嫂子 我拿当亲姐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你承认不承认 当初你吊带过人家 承认 那我问你 我要是把虎子劝回来的话 你怎么对人家 他只要能回来 我肯定对他好 我跟他道歉 这你亲口说的 我骗你 你小狗 不不不 我小狗 行 这么急 不可能 那是你 我的肯定 你呢 你在哪呢 你在哪呢 我就没回家 我就是骗他 我真就是不想让他知道 我今天我在哪 爸 你没回家呀 我还和你嫂子请假了呢 准备到你家去找你呢 哥 我都这样了 没脸回家啊 我结婚的时候 家人都告诉过我 这女人比你大 这个女人又一天到晚飞扬八户 我们俩在一起 不可能幸福 不可能有好结果 谁说的 我爸说的 哥 是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可我从来就没在乎过你比我大 但你不能一天到晚总让飞扬八户 没了吧 你别冲我急呀 我是你哥 你得冲我妹急 是 是 要孩子的事确实不是个着急的事 男人 你能不能理解 你走这样我哪有心情配合你 我没有 哥 那你把你这种感受跟他说了吗 我敢跟他说吗 哥 我还没说话呢 这就劈头盖脸骂我一顿 动不动 动不动打我 好你女人我男人我什么都可以 那你不能侮辱我吧 偷入你什么 说我是一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怎么说话呢 冲其量你是个不会下蛋的老公鸡 有 你能不能跟我严肃点吗 说过日子 你说过日子 哪有没有毛统的事 有毛对不胖子 咱们得解决毛对 是不是 不是 你不能张嘴鼻子进去离婚 这两个字说出来了 说完了 很上乎 知道吗 当你心里不舒服 你别总想 我不如别人 我不如你 你得看看那些不如你啊 你只要看见他们 你心里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生活呀就是你敬我一指 我敬我一仗 小两口在一块 互相亮 互相理解 没有过不去的活眼神 哥 我今天能跟你说出来吗 说我们更多理会 请你相信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好 我理解 我特别地理你 这样啊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真想跟我妹妹离婚呢 还是想借这个事下回她 如果你要真想跟我妹妹离婚 对不起 咱俩喝完这给你 你走你的我走我 我也不把她当妹会儿 你也别把我当 好吧 如果说你想吓唬吓唬她 我教你一证 说心里话 我看不惯是跟小米一样什么 对 哥 你说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我说的是真的 哥 只要是你能保证 说下辈子我虎得不虎在 郑小米的阴影之下 我这辈子不要孩子我都无所谓 我心甘情愿 小哥 什么叫不要孩子呀 我跟你说没法啊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 我保证你一次性把她给治好 来 先生 快快快快赶紧的 看见虎子了 这怎么说呀 这虎子说了 你先给我倒杯水 赶紧赶紧赶紧 那虎子说了 说跟她在一起受够了 要准备离婚 非礼啊 对呀 人家说了受不了她了 好家伙 跟她在一块那哪是过日子 那简直就是身上背了 三 三座大山 这咋办呢 这咋办呢 你别跟人虎子好好收拾 不能理呀 我说了人家已经定了 她真这么说 我要是骗你 你说我 不是 那个我我我是小哥 行了 你就做好离婚以后的思想准备吧 小寡妇 不是那个离婚的女人 我睡了 横击横击横击 你现在横击有啥用啊 行了 哥 我反正都把你说的做了 小米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我完全就没理 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这两天右眼皮跳得特别厉害 跳得我多点心慌 你说我们俩事不会 就这么拖就不了了之了吧哥 你哪个眼跳 好 没事没事 不是有那么首歌吗 有眼睛跳跳 好事要来到 没事 我哥那儿是左眼睛吗 你记错了 黄医生啊 越到这个时候 越要沉住气 你媳妇那边已经盯不住了 你这个时候要是有个闪失的话 咱们就前功尽弃了 哥 事已至此了 你说咋地地我今天就咋地 全听你的 反正我已经跟他说了 你不想跟他和好了 我凭什么呀 哥 这是我跟郑小米 我们俩之间自己的事 这事我还没什么话 你凭什么就替我算 这事给你做主了 那你没这资格 你知道吗 哥 你让让什么呀 让让什么呀 我是谁呀 哥呀 这事你让不让我管了 让我 那我不管了 不是不是 哥哥哥哥哥 你多理解 我这两天情绪不稳定 有点激动特别不稳 我这情绪不稳定 公年期到了 我跟你说啊 我完全是为你了 这事你再趁他两天 我让他叫你嫂子来跟你谈 对了 我那天已经跟他说了 我说你要跟他离婚 而且一分钱都不给他 你猜他怎么着 哇哇地哭啊 他跟我说啊 他不想跟你离婚 他这是吓唬你 故意气你的 郑大哥 像这样吗你 我跟你讲 是啊 不是 我出这个苏主意呢 是有点损啊 但我这是为你俩好 我跟你说啊 我给你出的这些主意 谁都不能说 别到时候 你俩到时候好了 把我给卖了 哥 怎么可能啊 行 过两天呢 你嫂子会来找你谈谈 你的 别马上就答应给小敏和好 你就说先考虑考虑 咱是二五千的韭菜 拿他一把 等小敏真心实意 要跟你和好了 我再安排你们见面 我让他当面 给你赔礼道歉 哥 那咱俩计划 是不是跟嫂子 透露了一下 这 这事千万不能跟他说 你嫂子那个人心知口坏 别到时候得不得得不 都钱给得不出去了 再周密的计划 都得玩完 我知道对对对 我跟啥 这个事只有你知我知 是天之地之 如果有第三者知道 我饶不了你 哥 郑小米是你亲妹妹 你在我们俩这些问题上 能这样对吗 昨地的心里面特别感动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在这个家还是幸福的 至少还有哥 哥 你相信 打死我 我也不可能让第三个人 知道这事了 你就是跟小米好的也不能说 我说了我就不是人养的哥 不不 该是人养的还是人养的 那怎么个意思啊 你不是人养的驴养的 千万不能说啊 我应该注意 你没事吧 还是行不 confidence 你来点击 好吗 你没事吧 不不不能说